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师父 师兄来了 师父 你这是咋去了 别起来 别起来 躺着吧师父 别起来 您抱 扶我起来 别起来了师父 躺着吧 来 师父 来 起来 师兄 帮忙了 来 师父 慢慢靠 慢慢靠 师父 你这是咋去了 是你把我吓着呢 谁知道你能带那么多人来呀 外边那么多人闹哄哄的 吵着你了吧 师兄 领了这么多人 在哪发的财啊 师弟 这几天 你一直在这陪着师父了吗 今天是你给师父送酒的日子 我当然要在了 我从来都没忘过 今天可真是给忘了 云山啊 看样子 是想在我这里安营扎寨了 外面都是你的人 师兄 几天不见 什么时候拉起一支队伍了 一言难尽 先让他们安顿了再说吧 云山啊 当初我和你爹哥几个 还以为你真的收山了 瞒得挺深哪 师父 不是 这帮人是大黑山 徐翰那流子的人 徐翰不是死了吗 这帮小子非推我做大当家的 你是 这大黑山是不是回不去了 遇上劲敌了吧 真是瞒不住你师父 你咋知道呢 这当年跟你爹干抗匪队的时候 那打完仗回来是个啥模样 心里还没数 不是遇上劲敌 你会跑到这深山老林里面来找我吗 没错 师父 我这次回山啊 差点遇了埋伏 我听那喊沙声 绝对比我多三倍的人 可是咱没吃亏 我整倒了好几十口子 又顺了几十条枪 不对啊 云霸 你在外面待着时间长消息灵通 在咱们的地面上 哪来了这股大柳子 我们虽然收了山 但也不允许别人在这里下车的 师父 我也是刚听说 世间一点消息也没有 师父 到底啥病啊 人老了 不抗山峰了 给峰给拍了 多长时间了 一两天了 要不是云豹在身边 我这把老骨头 以后 即便是所在深山老林里面 也不会有人知道了 师父 对不起 我没有及时来照顾你 你可别生气啊 未成 师父 快把这药喝了 哎呀 一天三天 你玩死了 师父 要喝了 病就好了 来 张开嘴 来一口 来 再来一口 玉成 快起来 师父没有怪你的意思 这里没你的事 出击帮着师兄好好商量商量吧 来 给我吧 放开 师父 我去一会儿 你等一下睡会儿 就快去吧 放开 放开 这大青鼎子怎么会有女人的声音 他们说的是什么话 是师兄带来的女人 他们说的是日本话 你能听懂日本话 听不懂 可他们说的绝对不是中国话 没错 自从上次在墓地 遭到日本浪人袭击以后 徐汉死了 我爹受了伤 我当时就发誓 我一定要找机会 把这帮日本浪人的根给他拔了 结果呢 这回到老让我给堵住了 你席击了自警村 你也知道自警村 不好意思啊 我先下了手了 抢了你买卖了呗 自警村里啊 确实有不少好东西 我也早就知道了 师兄啊 还是你下手快 就能不能掌握住 刚才 你说你爹受了伤 要紧吗 没事 朋友原来就能 吃了 kita 你应该知道 这些年我真的不想再惹事了 可是这回啊 是这帮日本人 愣给我逼出山的 我也看明白了 你这一来呀 我们老哥几个又有活干了 我会让云豹尽快下山去打听清楚 把黑山那伙子人的来历 在我们的地盘下 虽然我们收着山 也绝不会允许别人 来这里瞎折腾 别瞧啊 你也瞧瞧 你们要是不说呀 我也不知道 你知道不 啥呀 你啥呀 咱们这儿啊 也有日本村的 隔壁纳闷 你们这些日本人呢 不在日本好好待着 上我们这儿来干啥呀 我们那儿土地不好 种什么都长不好 所以 我们的政府就把我们 动员到这里 我们就到这儿了 这可不好 儿不嫌母丑啊 狗不嫌家贫 您 你们倒好 就是因为你们那个国家 补掌庄稼 就上我们这儿来了 这不对劲啊 啥事了 老夫人 我们还是说说和美的事吧 人到底能不能放回来 这事呢好办呢 等着运唱回来了 问他问他 要是真的有这一档事呢 我就主动的 让他把人给你送回去 奥様的 子母的领心 帮你过来 把事情查到 克妮帮帮你去帮我 Lord, 您好 谢谢您 这是我自从的心中 老夫人 贞岛夫人向您表示感谢 把这块金表送给您 这岛夫人 这就不必客气了 这啥事儿啊 该办就得办哪 这金表就免了 我不会玩这个 お母さん そんなに気を使わないでください おばあさまはあなたのことを 豆腐人と呼んでおられるんですよ 私はまじま梅子と申します お母さん 申し訣りください 老夫人 甄岛夫人说 她叫甄岛梅子 让您叫她梅子 在日本 长辈都是这样称呼晚辈的 她叫啥 甄岛梅子 甄岛梅子 这名字起的真够倒霉的 你说她不倒霉才怪的呢 哎呀 你呀赶紧让她改名字吧 这名字多倒霉 你别说那最后一个字就是子字啊 嗯 这倒好了 最后倒霉倒到孩子身上 笑啥呀 笑啥呀 我说啊 会说日本话的姑娘 你说了没 改不 姥姥 她叫朱袋子 也是日本人 朱袋子 那日本名字就这么怪你说 朱袋子 朱篮子打水一场空 这朱袋子可不如那朱篮子呀 怪不得你们日本人 不愿意在自己国家带着上我们这儿来 你说 这就是名字闹的 老夫人 我们就不多打扰了 那 这件事什么时候能办成 这事呢 就不好说了 等孙子回来再说吧 那得等到什么时候 我们不能去吗 朱导夫人是诚心诚意的 专程来请求您的 您最好派个人跟我们去一趟 你们知道那地方啊 难道您不知道吗 不知道 我就是知道了也不告诉你 这是规矩 再说了我真的不知道 你们知道还找我干啥呀 老夫人 我们对您很尊重 虽然您孙子做了这种事 可是我们还是相信 您能够公正对待的 你可别这么说啊 别冤枉我这孙子 这不前两天 他好好的给人送宾 这死人还没埋到这土里头呢 这小日本 日本子 骑着大马 放了一通枪 把我们家老大 胳膊都打伤了 差不了要了他的命啊 你说说 你们日本人 要说是来这儿逃难的 就不能这样的对待我 咋能这样呢 你凭啥呀 谁找你们来 谁找你们去找谁去 能这样吗 把个大活人王死了整啊 啥事啊 这是 哎呀 我那几个孩子我知道 他们是不会平白无故的去打人的砸人啥的 是不 你们哪 哎呀 到我这儿就算是找着根了 家到吧 等下吧 姥姥 您不能蒙我们呀 我们可能答应人家了 再说了 这日本浪人惹到是咱们 但是关何美啥事啊 抓人家干啥啊 嘿嘿 你看看你这外孙子 还知道打抱不平了你 你这头一回上姥姥家 你就跟姥姥行事问罪来了 你等着你大表哥回来吧 你要是跟你大表哥也这样的口气说话 你等着 姥姥的一顿烫奏 姥姥 我也是好心好意啊 人和美的叔叔是日本关东军军官 热了他 我大表哥准没好果子吃 你说啥呀 你说他叔叔是当大官的呀 那你咋就不早点跟姥姥说呢 那要是大官啊 咱老百姓就惹不起了 这事 照这样姥姥也管不着了 这货呀 是韵昌惹的呀 让他自个儿扛着去 你自个儿去找他 奶奶 你老可别生气啊 我生啥气啊我 坐会儿 你坐会儿坐会儿 少宗 你啥讲的你 你咋这么跟你老子说话呢 要不是为了你妈 我都懒得关你这些事 爸 你知道不 咱们来这儿这当的事啊 人日本人都知道 也就是真到芬恩跟猪带子信着我了 这不让我为难吗 咱咱 你还想把自卫队整到这儿来要人哪 你消消你 大妹夫 你们爷俩这是闹的啥呀 等会儿把客人送走了 我跟你说点事 是子虹呢 子虹 子虹怎么了 你知道我妈在哪儿啊 你很关心她呀 我不答应帮他们找何美 就是因为他们答应我帮我找我妈的 她在哪儿你知道吗 在会儿土匪手里啊 哪路柳子 大当家的是谁你知道不 这我不知道 我正想问这事呢 那好 待会儿把这些日本客人送走了 咱们慢慢闹 不好意思 打扰了 我们也该告辞了 童少爷 拜托你了 行了 有消息我就会告诉你 少子虹 你先把你这两个日本朋友送走 我和你大叫有点事要闹了 先回去吧 老月 我走了 孩子 我们看 抽空茶面看看牢牢 牢牢 今天烧冬惹您了 对不住你 我 我很走了 我 妈 妈 我这大妹会儿 当我这无聊点事儿 爸 那您老坐着 我去 那您慢走 好 你说这韵昌 奶奶 你说 这韵昌 她装的是日本女的干啥呀 却看来咱的瑞芬 走心了 ia 我知道浓诚 他也在咋的 到啥时候 他也不能对你不好 奶奶 我想 我想带着生子上山去 说啥话呢 这生子那么小 你又是个女人家 跟人家缠过啥呀 我估摸着待不了多久啊 你跟奶奶走吧 阿姨 咋了这是生子 他跟谁生气呢 爸爸日暮年暮全下光 你瞅瞅这小人 别看这小人 这脑子里头啥都明白 是不 大生子 挂醒啊 宝贝 你真是妈的好儿子 这家有人吧 谁啊 老太太您好 这个杨天是在这家住啊 哪是啊 你谁啊 我这站里头酒馆上红金水啊 奶奶就是孕昌经常去送酒的那家的老板 这可是稀客的 您就是老太太啊 那我在这给您请安了 这不敢当啊 你找这杨倩啥事 要说也没啥事 倒是这是个好事 这好事吧 他都不好说呀 这么低吧 带着孩子上屋去 行 我说老头子 你也该歇下来 行了 静静的都走不了 坐下 想说啥说啥说吧 那非得让我说啊 我 这事真的不好说呀 你 你找我干啥呀 这个杨倩啊 杨倩这不该是在外头又惹祸嘞 得罪你红老板嘞 等 我就喝着我这厚两瓶 跟那撂个实底吧 这事也不完全怨杨倩 我家里有个姑娘啊 叫鹰子 要说吧 鹰子 该出嫁子岁出了 我就一眼没看住他 他呀 你那儿子 他就把鹰子给 你先等等先等等 我这儿子我是知道的 他从小那不照调 可是他这一路胆子 他还没掌权呢 得 老太太您可别这么说 反正啊这事已经出了 生米呢已经煮成熟饭了 那莫非老五真的在外头 有出格的事里 那干了他们也不承认呢 可是你们家老五说有这么当的事 可鹰子就死活不认账 我要说深了吧 我也怕孩子出点什么事啊 那杨倩她啥意思 你那闺女是啥意思 现在还管她啥意思 您琢磨琢磨 过几个月 英子那肚子 这锅饭就熟了 您说 我这老脸王哪哥呀 那你找我这是 其实没啥 这事啊逼到眼前了 我就认了 我心思是啥事呢 敢听你是来攀亲来的 不过呀 这事啊我得问问老五 得看看他俩到底是到了啥结果眼来 要是没这么一档子事呢 省得你找回头账啊 老太太您可别这么说 我都认了 还找什么回头账啊 我也想通了 闺女大了咱我也得嫁出去 我真的怕您家老五到时候不认账啊 你看看 还是你知道他 他要是真能划了个媳妇 鼻涕泡都乐出来了 他能不认账吗 可是他走的时候留下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不止这棵树啊掉死了 三个月之内啊分高低 您说 咱们都是过来的人了 这三个月啥意思啊 那你心思啥意思啊 还啥意思啊 现在就别管他啥意思了 这三个月 婴子可就显怀了 这你们家老五要不认账啊 那可就害死我们老红家了 他敢 他既然做了就由不得他了 不过洪老板呢 这事啊你得考虑周全了 你得拿定主意了 别的事呢就别管了 有我 那我可先谢谢您老太太了 有您这句话啊 我就踏实多了 小几个兄弟把这些东西 分期分批 等会给弟兄们发一下 好嘞 来兄弟们 谢了来 快速报 你把这些东西们 都嘞 都嘞 这个 太表哥 不对 太家当家了 我咋叫不习惯呢 你看 啥事说 咱们的兄弟死了两个 伤了七八个 死了的 打两个好关在后葬 家里有人的 按老规计把钱给发下去 好 看这个 这是刀伤药 这是药方子 找个药库 把药配齐了 最好是多配点成药 整体每个人人手一份 多发下去 好 还有事吗 咱们从四景村 一共整来五个日本女的 打大黑山的时候伤了俩 我已经都给他们包扎好了 这肯定滋八蛋叫呢 咋整啊 何美呢 哪个何美啊 就刚才跟我一块来那个吗 她肯定学过医 正跟她照顾伤员呢 走 看看 大嫂子 按你的吩咐 明山二十二 我都给布完了 再教你个活 你把这山前山后 地形 哪儿能走人哪儿能走生口 都给我整平班的 越快越好 还有你告诉那个土炮 赶紧把那个大家伙事 给我打过会了 别老指着我 嗯 以后那玩意归他用 知道吗 明白 大灯娘呢 还有个事 啥事 咱这位损失可不小啊 吃的用的全让人也炖了 得亏从四景村 还拉了几车粮食 可这山下一百多口子 那也不够用呢 那你啥意思呢 咱明天就得下趟山 找个合适的地儿 得把粮食钱给弄足了 你的意思 又想标着我 跟你一会儿下山吗 咱俩去不好玩吗 那我依然去都没劲呢 你想的可都没 你没看这么多人 还没安顿好呢 我能跟你下山吗 反正没粮食吃啊 那是最大的事 你自个儿颠颠颠我 去吧 赶紧把正事办了去 大灯娘了 还有件事 听说 你要把那几个日本娘们 都给放了 咋了 你又看上谁了 我谁也没看上 我就是说啊 最好先别放 谁知道那帮日本人 又要找咱啥麻烦呢 这人留在咱手里啊 使张牌 就你明白是不是 你少说两句话 能把你当哑巴卖了 去吧 走 走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一进这院我就觉着亲 我们家从前也是大家族 就是人喜 到我们这辈 就是我们哥儿俩 老人走得早 可是给我们留下一大堆家业 我们哥儿俩谁也不会经营 我们指望子宏过了门 帮着我们同家撑起这份家业 谁这是怎么了 天灾人祸啊 其实啊 子宏要是早一点跟我掏心窝子 说实话 兴许我还就能圆了他这个梦 那个老外 那家伙吓得是真狠 我悬一悬就死在他手里 想起这些我心里就躲得好 再后来 孩子慢慢长大了 会说话一张嘴就叫妈 小的我这心里难受 这恨 要说恨也不诠释 我这心底里 还是放不下子物 毕竟是夫妻一场啊 一日夫妻百日恩呢 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 日子虽然不是很长 可对我来说 那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段夫妻的 幸福生活 我一说没就没 孩子哭 我心里难受 孩子跟我咬妈 心里就更难受 最后一咬羊 狠心把孩子托给我大哥 我就去找这个子虹 我心思 非得把他找回来 我去给儿子有个交代 我让子虹看看孩子 那么点儿孩子他就不要了 孩子小啊 那么点儿孩子他不能被骂呀 你说孩子抽谁了 我们这爷俩 就不明白了此后他就 这么狠心 大妹夫 大妹夫 你可别这些 你这一说呀 我这心里头也一骨子一骨子的 真的还挺酸的 行了行了 你就别跟这狗的了 越狗的话越多 都攒了大半辈子了 一时半会儿哪说得完呢 你去给我们整点饭 我跟妹夫有正事要谈 那我先去把内屋看看去 回头给你们整饭啊 大妹夫 您坐会儿啊 嫂子 您坐 大哥 您说着了 这一肚子的话 我跟谁落去 就是见上家里人 算是倒出来了 大哥 我说这些招你烦不 烦啥呀 你能跟我掏心窝子 也算是看得起我 烦 我不也得听着呢 谁让你跟子虹有那么一段呢 来 卷这大炮 抽两个 把肚子里那点苦水 倒进了 咱们再烙一烙 下一步子虹的事 该咋办 你看我这把正事都给忘了 大哥就是大哥 你看 行了行行 我都说痛快了 过去了 咱叔叔 那个 咱们再给你 我把这些招你 我看不见了 我看不见了 你 我看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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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辙了 我就去收拾他 再后来 可能你们也听说了 这方圆几百里之内 长得是鸡飞狗跳 血雨腥风 这就是当年有名的抗匪队内讧 还有一点吧 感觉您就是当年那杨大当家的 你把下山后赶跑了以后 大哥 你再讲讲那后来的 我搅了下山后的洞房以后啊 那个子洪又非认死的老万不可 这山寨就待不下去了 你也知道 子洪那脾气是死要灭的 这往后的事你就比我清楚了 怪不得他拿我不当回事了 感觉人家后面有这么大的背景啊 这不说现在子洪 他又落到下山后手里了 大哥 你这个得出面给我做主啊 可不能让子洪 后半城就这么毁了啊 那是 前些年 那个下山后叫我熟似的 没路可去 跟我发誓 这方圆几百里之内 他永远不踏进来 可是现在 他又卷土重来 对 这里边一定有故事 你们家少宗跟那日本人 好像混得挺熟啊 少宗跟日本人混得熟 只是那个足代子给引荐的 详细情况我也不知道 我就知道那个 日本的那个叫足代子 他对我们家儿子很有那意思 你说这少宗 这么多年没见了 一晃他也长大了 可在我脑子里 他还是小时候的心 那天他跟我说起来 咱打直了杂志景村的时候 他就在那儿了 那运昌杂志景村的时候 日本人没反抗 少宗咋说的 哎呀 说起那大侄子 那可是个人物 那脑子挂的贼好使啊 人家整他 那跟你说 那跟你说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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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地方 是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心里有数了 我得想办法让邵宗多去打听打听日本人那边的情况 我也只是猜疑啊 但愿这两伙子人别搅到一起去 没 大哥 那可没准 这事啊 咱还就得防着点 只要对子虹有利 我现在干什么都去 那好 平时多留个心就行了 有了啥消息 你赶紧过来告诉我 好不好 那当然 大哥 我现在就听你使话了 你要是现在起局 我一准跟你干 那好 你这大嫂也真是的 都啥时候了 这饭到现在还没整呢 快别叫大嫂了 你这一说我也坐不住了 我得赶快回去跟邵宗说说 这往后 咋安排啊 好 你就让邵宗 直接问问那帮日本人 这帮小鬼子 他们到底想咋去吗 也好上那个办法咋对付他们 你就说 是我要知道的 行 我听你的 不对吧 怎么这么说呢 那不是全漏了 我看 得让邵宗拐着弯着去打听 那孩子傻 心眼识 也别说是告诉他你要打听 就是我也不能让他知道 是我想知道 我得慢慢地套 那好 你比我想得周到 就按你说的吧 哎呀大哥 你这是管着弯的教我使招啊 我还顺干啥呢 我哪有你想得周到我 知道咋办事就行 谁的主意不重要 对了 你现在住哪儿呢 要有什么 我还会看到 是要看 是什么 我来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又咋了吗 赶紧去呀 你 快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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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大陪的 不能陷队 不动 告诉你们大当家的 就是日本黑龙会的 山口云豹来了 花呀雪荡荡 雪呀雪荡荡 哭不灭的星桃红 刮不完的东北风 冬山头的月亮呀越照明 越涯越照明 恨也是爱 梦也是色 刮不断的孤柔一埋沉 爱也有缘恨也有终 太阳下山月亮东山 刮不下这份情 撤不断这根深 飘不尽的雪花呀雪荡荡荡 雪呀雪荡荡荡荡 刮不灭的星桃红 刮不完的东北风 冬山头的月亮呀越照明 越涯越涯 越涯越照明 恨也是爱 梦也是疼 隔不断的孤柔一埋沉 爱也有缘恨也有长 太阳下山月亮东山 两屋真 太陽 下山 月亮 東 山 湖 大當家的 起床了 大當家的 請你不要妨礙齊天先生的工作和傷員們的休息 你可以出去了 你可以 兩年前 請你再次我 會不會 會不會 會不會